第二个第二节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约 孟子已经跟齐军讲好 将要上朝去见这个国王 结果国王临时派一个人 传达下面的讯息 国王讲寡人如旧见者也 有寒吉不可以疯啊 按照我的行程 我今天应该要来见你的 但是很不幸的 我早上得了流感了 所以我不能吹风啊 我不能吹风 所以你也不方便来看我 因为我的体力很弱啊 所以今天你就不要来了 不要来 朝将是朝 什么意思 朝将是朝 我明天早上的时候 我身体好一点了 我会到朝廷上去执行公务 会临朝啊 不是可使寡人得见乎 请问一下 到明天的时候 你有空吗 你可以上朝来见我吗 这是临时篡改schedule 那我们如果今天按照伯仪 他一定不要了 因为你不恭敬我 那如果是柳夏会 他就要了 我们孟子就讲 孟子就回了那个人一句话 不幸而有吉 不能造朝 哎呀 真的很不幸 我今天也得了流感了 你是A 我是B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也不能出门去见你 不能造朝 造就是抵达 我不能去朝廷见你了 他也不会说 哎呀 我刚要出门 你怎么讯息告诉我 他立刻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各位前贤会认说 那孟子太过于拘泥于小结吧 其实这就是上位者 有没有礼贤下事 他大到要不要贱卖的一个原因 后面 明日初吊于东郭市 吊就是要去商家慰问 那个第二天的时候 孟子照常去什么 去东郭市那边 去参与告别式 慰问那个商家 公孙丑就跟孟子讲 习者此以病 今日掉 或者不可顾啊 昨天你才跟死者 其王的死者讲 你生病了 生病你不方便出门 结果你今天就跑到外面去 调问商家了 你不觉得这两者有一点冲突 万一传到其王的耳朵要怎么办呢 孟子讲 习者及今日欲 如直合不掉 我昨天生病 我今天痊愈了 那痊愈了 我为什么不能去调问商家 讲得蛮理直气壮 那他好的也真快 是不是 于是到了第二天了 王使人问及 一来 国王一听说孟子 生病了 就立刻派了太医 要来什么 要来医治 要来医治的时候 然后孟仲子 在家里面就接待这个人 他就讲 习者有亡命 有彩心之忧 不能造潮 他说昨天呢 国王您 本来要见他 那我们老师 因为彩心 彩心就是 侨夫啊 砍柴啊 所以过去人用那个词句 多么美啊 这样砍柴 多么的粗犷啊 用彩心 我还要查字典才知道 心就是木的意思 点火的东西 要山上去彩 他身体为样 他不说他生病 有彩心之忧 因为你要去砍柴 一定要身体很强壮嘛 所以就是因为 有生病 身体不强壮 连上山砍柴都做不到了 所以他不能到潮去 精病小育 今天那个病体 稍微有一点点康复 趋躁于潮 我们老师一大早 就立刻要赶往朝廷 要去见皇上了 他说我不是能致否忽啊 我不知道现在 我们老师到达了没有 他没有说 他的老师去掉伤 他在替他老师圆谎 于是使树人腰于路 于是孟仲子 就立刻派了好几个人 在不同的路口去拦路 拦截什么 腰就是半路拦截 拦绝孟夫子 因为他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嘛 然后碰到孟夫子 他就跟孟夫子讲 派去人就跟孟夫子讲 请避无归而造于潮 你不要再回到家里面 立刻赶去朝廷去见齐王 因为齐王已经派人来 我说你已经在 赴往朝廷的路上了 那孟子根本就不想去啊 不得已 那又不能回去 对不对 所以呢 儿知景丑士所缘 这个知就是往 他往他另外一个朋友 叫景丑士的家里面 暂时歇息一下 这个孟夫子真的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啊 结果到了景丑士家的时候 景丑士就问他了 你大白天平白无故 怎么跑到我这里啊 一问来龙去卖有没有 那景丑士就替孟子上课 他说内则父子 外则君臣 人之大轮延 这五轮关系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父子关系 那为什么君臣摆在前面 因为君臣如父子 所以古时候对于上位者 叫君父君父嘛 上位者死 黎明百姓扶上 就跟自己的父亲死一样的看待的 在里面有父子天伦 在外面有君臣的大义 这是做人最重要的一些 匕首的原则 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 父子之间对应的时候 为人子要敢于父亲的养育 教育之恩啊 那君臣的对应 就是做臣子的 对于我们的君父 要有绝对的恭敬 不可以失礼 丑见王之敬子也 我在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 我发觉 我们的王对你真的是非常恭敬啊 但是未见所以敬王爷 我却没有看到魏夫子 你对一个国君 你该有的人臣的那种 知道你没有行诸于外 这是在责备我们孟夫子 于是孟夫子就讲 无是何言言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 其人无以仁欲与王言者 其以仁欲为不美也 你们其国的上上下下的 在位的在也的 没有一个人把仁欲两个字 告诉你们的其王 难道你们认为 仁欲这两个字是不好的吗 不是的 是你们心里怎么想 其心曰 是何足以语言仁义也 是你们认为 哎呀我们这其王没有用啦 朽木不可雕啊 你跟他讲仁义 他不会去做啦 你们心里对你们君王的不恭敬 不是更为严重吗 云尔 折不尽莫大忽视啊 他说由此看来 你们这一些人 对于你们其王的不恭敬 那不是更为严重吗 他说我非姚舜之道 不敢以成于王前 那我呢 我如果有机会 跟王在一起 谈起施政的方向 不是姚舜所讲的 施政的一个方法 我绝对不轻易陈述于外 所以其人莫如我敬王也 你们其国上上下下 没有一个人 比我更尊敬你们其王的 我们一般人都以外向上来决定 你恭不恭敬 那孟子是谈居心的问题 所以井子讲 否非此之位也 哎呀 我不是跟你讲这一件事情的啦 我是讲王派人来见你 你为什么不去见王的意思 他礼记上面讲 复兆无诺 君命者不试驾 这个井子也有读书啊 所以他就以礼记上面讲的话 无诺 过去的人讲 你在问我问题 我说是 那个是他用诺 你们常看历史剧的人就知道 诺 对不对 就是我知道了 父亲照我们的时候 一听到父母叫唤我们 来不及说我知道 就立刻站起来往前走了 表示有没有 那种迫不及待的一个心啊 我们不要说我们儿女如何对应我们 我在省思我的为人子之道 我常讲因果报应 来得何其之事我 我小的时候 好像 我爸爸叫我 我能够听不到就听不到 因为叫都没有好处 他也没有什么好吃的给你吃 对不对 他都是叫你做事情 要不然就是要骂你 那谁喜欢一天大晚做事情 小孩子就是要玩 谁喜欢天天被人骂 所以爸爸妈妈怎么叫 都能够听不到就听不到 跑出去看到有其他的手足 爸爸在叫人啊 好像在叫你哦 你去看一看 我们就溜出去了 后来我长大 我的儿女长成人 我想有的时候我叫他 他说他有回应 问题是我的耳朵听不见啊 你叫三声以后 你烦不烦啊 一直叫一直叫 过去我会发脾气 后来不发脾气 我就跟他们讲 因果报应来得何其迅速呀 我确实是这样在反省 我说我知道我错了 可是如果你没有把我教的 放在你的心里 有一天我死了 这就是你要忏悔的地方 我就是这样跟孩子讲啊 大家都是成人嘛 朋友就这样朋友对应啊 我也很承认我过去犯的错 因为他没有看过我小时候 跟我爹娘对应 但是他们看过我跟我公婆的对应啊 那个是无法掩盖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老师认罪是最容易的 我说我知错了 所以我在改 那你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因为万一当你发觉你的错的时候 你所愧疚的人士已经不在了 我怕你会活得很辛苦 因为你也是个很良善的孩子 所以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 其实你都要检讨自己 他一定有一个感应嘛 我很相信英国啊 所以人不怕有错 自己改就好了 我还好有改 因为我娶了一个媳妇真的很好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跟后学讲的 他说我问他你怕我吗 他说我不怕 但是如果你不笑我就会怕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正常人不会见到人就笑的 我认为我有改 所以有没有 这媳妇还蛮乖的 但是我放那句话给他 我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我就尽量放柔和一点 他就是那种讲话 连蚊子都会蚊蚂不动的人 我们讲话三额的蚊子 都会赶快飞走 这个不一样的个性 那君命 国王如果召唤我们 不是 你不要等到你的车架准备好 驾车过去 你立刻要飞奔而去 这些都代表对于上位者的一个礼禁 不敢有怠慢之心 所以故将朝野 闻王命而遂不果 你本来是要去上朝见齐王的 听到齐王跟你说 传人讲他生病不来了 你就不去了 以与府里若不相似也 好像你的作为 跟礼记上记载的君子之道 有不相违 不相应的地方 于是孟子就讲 启卫是也 你不可以这样子解释 曾子曰 晋楚之父不可及也 彼以其父我已无人 他说晋国跟楚国 都是当代的大国 国父明强 一般人赶不上他 但是晋国楚国的强大 是以他的国事而言 那我也很强大 我以我的仁爱嘛 就像所谓的文天祥 被拘禁在监牢里面 他讲嘛 彼有七气 我有一气 如何俱灾 外面所有的地理环境不好 有潮湿 有闷热 有蚊虫 有晦气 还有种种不良善的戏 想要加害于他 我有什么好畏惧的 我有一个正气 我的浩然正气 与我长存 无何未在 跟这句话 有异曲同工之妙 晋国楚国 是以国强 才傲然于诸国之内 那我也很强啊 我有人道啊 彼以其绝 我已无异 这晋楚 可以拿他的官位 去收买人心 那我可以拿我的仁义啊 拿仁义去说服人心啊 所以无何窃乎哉 窃就是心虚啊 我有什么好 好心虚的 我有什么好 内疚的没有 服起不义 而真子言之 事获一道也 难道真子讲的话 还会有缺失吗 所以真子讲的话 是可信的 是合乎义礼的 所以天下有达尊三 天下有三种人 是每一个人 不论你的位置高低 要共同去尊敬的 决一 此一 得一 决就是决位 君子有三位 对不对 为大人 在位的官位 此一 此就是年纪 年纪轻的要尊什么 尊敬 年纪大的 还有德性 对于那个大德者 我们要有礼敬之心啊 朝廷莫如诀 乡党莫如齿 辅士掌民莫如德 以朝廷而言 他有的是爵位 在相邻之间 他就是什么 有所谓的 年纪比我们大的人 可是要辅佐上位者 要造福百姓 让百姓各个都能够安乐的 他莫过于用德性去感化别人 用德性去推行人政 乌德有其一 以慢其二在 你的齐王怎么可以以爵位比我高 就怠慢我呢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实际上那个时候 齐王也比较比较什么 年纪也比较轻啊 那这个慢其二就说 你不可以因为你的爵位 你就把那个年高得少的人 你就无视于 不放在眼里面啊 所以我不去去见你齐王的原因 并不是我要怠慢他 是你齐王压根就没有把我放在心里面啊 你不理贤下事 我为什么要为你所用呢 呼之即来 呼之即去啊 所以故将大有为之君 必有所不造之城 欲有谋 焉择救之 所以一个真正要推行人政 希望能够大有所作为的人君 他就知道有一些人 孰可辱孰不可辱啊 有一些的贤臣 不是你用那种轻慢的态度 就可以留得住他 那如果你希望这些贤臣 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安邦救国之道 你要跟他有所谋略的时候 救之就是上救下 你要亲自去他的家里面去拜访他的 所以故尊 故其尊得乐道不如是 不足于有为也 如果一个上位者对于有德的人 对于大道的推广 没有这样子一个恭敬之心 跟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大的作为去发生的 所以汤之于伊尹 学焉而后成之 商汤取用伊尹做成像 他也是跟伊尹学了很久 学了很多的技能以后 他才有没有 把伊尹纳为成 刚开始商汤是什么 这个商汤是君嘛 他是屈于土的一个身份 他跟伊尹学伊尹为师 伊尹过去做过做过煮饭的 你们知道吗 伊尹他是煮饭的 历史上你们去看 这个讲完就是一堂课了 其实读孟子就是很多的历史典故要放进去 那只是我们时间不够 他也是这样子的理贤下士 所以不劳而忘 最后伊尹愿意去辅佐他 他轻而易举的就望天下 统一天下 还公自于管仲 其还公能够称霸 也是得利于管仲 他对于管仲也是学焉而后成之 他也是理贤下士 所以不劳而霸 所以不论行望天下的人道 还是霸道要称霸于天下 你上位者都要有理贤下士的那种态度 要不然那些贤臣 他绝对不愿意什么 去委屈他自己的 所以惊天下地丑德奇 莫能相上 地丑德奇就说 这个土地浮渊的辽阔 大家都差不多了 国力都一样的大 然后这些君王其实都是烂拔辣了 烂苹果了 也都差不多了 那个讲德奇是美其民了 就是一堆烂拔辣了 所以莫能相上 没有办法比一个谁高谁低啦 论国家的服务员一样 论上位者的领导能力 一样都是阿斗啦 所以无他 好成其所交 而不好成其所受交 那为什么会造成国力一样 然后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因为上位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很喜欢什么 去教下位者该怎么做怎么做 下位者有给他建言的时候 他一概不听从 他不受教 那这个贤臣要在位 就没有发挥长财的一个余力了 因为上位者不听嘛 所以商汤至于阴影 环宫至于管兆 则不敢兆 商汤要去延请阴影为相 他是亲自到那个国家里面去把他请过来的 用了很多的名目 才把阴影请到他的国家 那环宫之所以让管兆甘于为他服务到老 也是环宫什么 对于管兆极为的领域嘛 他也不是欺的下一个招令就把他招过来 管兆且由不可招 而况不为管兆者乎啊 管兆不过一个行霸道 在我的眼里 那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尚且上位者不敢下指召见他 那对于我这个不屑于跟管兆为伍的人 你下指召见我 我就要听吗 他的意思就是如此 难道我不如管兆吗 那管兆上位者尚且不敢如此 你其王怎么可以如此亲见我呢 这段经文就是如此 所以理是什么 尊卑要有序 你也有破格的地方 对于一些真正有能力的人 我们应该要忘掉自己 那个不该有莫须有的自尊心 我们要懂得去不止下问 去低旧 去让别人给我们一些指导 这个都是帮助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德性可以快速成长 但不过因为事实上还要忘掉了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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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的 谢谢大家